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桑,哈喽大家好,我也是雅桑 哎哥们,问你个事啊,你什么学历毕业呀? 我小学毕业呀 小学毕业?感情平行宇宙里面的人,学历都这么低吗? 哎哎哎,你怎么说话的? 那我给你打个赌,我估计啊,就是以您的学历可能不知道 这么小看平行宇宙里面的小学生啊 来,你说,零点9999无限循环你知道吧 那1和零点9999无限循环哪个大呢? 确切的说,他俩是大于号,小于号,还是等于号呢? 那肯定是零点9999无限循环小于1呀 这是你的直觉呀,还是你们老师教你的呀 这还用教啊,他俩之间不是还有一个 0.000000无限个0,然后跟个1嘛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就是如果啊 如果你当年上了高中,上了大学,当了数学家 你会发现,1等于零点9999无限循环 你信吗?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他俩咋可能想等呢? 哎,等你学到了更高数学 就是更高等级数学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1又不等于零点9999无限循环了 你又信吗? 一会说等于,一会又说不等于 平行宇宙里面的另一个我,怎么这么喜欢忽悠人呢?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随着你知识的累积 却反复能够颠覆你认知的 就比如这个1和0.9999无限循环 到底是不是相等呢? 其实这事吧 网上有很多大佬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从无穷小量讲到戴德金分割等等的 包括还有很多民间的数学家 来反驳这些大佬的视频等等的 一搜一大堆 特好玩 其实我们这个直觉告诉我们 1大于0.9999无限循环 可是在数学家言里面 1等于0.9999无限循环 2等于1.9999无限循环 3等于2.9999无限循环 以此类推 比如1770年 全人类的数学老师欧拉 在他带出的要素这本书的第170页 就实际上证明了 10等于9.9999无限循环 你可能会说这个欧拉是谁呀 世界公认的三大数学家 阿基米德牛顿高斯 这里边也没有欧拉什么事啊 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得嘞 您呢不信也没关系 我慢慢的说 您呢慢慢的听 看看最后 能不能推翻你的直觉 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了分数 知道了9分之1等于0.11无限循环 那么9分之2是多少呢 0.222无限循环 9分之3呢 0.333无限循环 那么9分之9呢 0.999无限循环 还是1呢 又比如 1分之1等于0.333无限循环 再乘以3 3分之3也就是1 等于0.999无限循环 当然这个解答现在看来可能不够严谨 1998年 弗雷德·李奇曼 在数学杂志的上面有篇文章 0.999无限循环等于1嘛 他就说 3分之1真的等于0.333无限循环吗 因此啊 这个解答可能不严谨的地方之一 就在于我们先入为主的认为 9分之1就等于0.11无限循环了 换句话来说 虽然你啊 正出来了0.999无限循环等于1 可是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转眼呢 九场初中 了解了解方程 于是就有了最经典的 看上去无懈可击的 1等于0.999无限循环的证明 设x等于0.999无限循环 所以10倍的x就等于9.999无限循环 用第二个诗字减句第一个诗字 得到9x等于9 所以x等于1 看上去很完美的证明了 1等于0.999无限循环 对吧 其实啊 你现在在网上能够看到的 很多证明都是引用的这个方式 可是啊 如果按照这个结果 咱们来看看啊 9倍的x等于9 那么让10x减句9x 你又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x等于0.999无限循环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啊 问题出在哪啊 有一种解释说 你写成无限循环的小数 就不能等价的乘以10 所以啊 10倍的x等于9.999无限循环 这里啊 就已经出错了 换句话来说 虽然你用解方程 挣出来了0.999无限循环 等于1啊 可是啊 这并不是数学家 他们想要的证明过程 上大学以后啊 学了微积分 学了等比级数 知道了 无限接近 就是算它的极限 于是 你终于可以严谨的证明出 0.999无限循环 等于1了 看不懂也没关系啊 换个方式 比如 知道了无限循环的小数 B0.B1 B2 B3 B4 一般来说呢 可以定义成无穷极数的和 也就是B0加B1乘以十分之一 加上B2乘以十分之一的平方 等等 这样子一直无限下去 并且啊 我们还学了等比极数的收敛定理 啥是等比呢 就是后面一位比前面一位有一个等比例的数值 极数 比如B1加B2加B3 一直加到无穷的和 就是无穷技术 收敛 简单理解啊 比如 1加0.1加0.01加0.001 一直加的和 这个和趋向于一个数值 这就叫收敛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收敛定理 把0.999无限循环给套进去 就可以证明出来 0.999无限循环等于1 而这个证明方式 全人类的数学老师欧拉 在1770年的代数的要素第170页 就已经证明过了 虽然它证明的是 10等于9.999无限循环 但是呢 都是一回事 再往后啊 你学了代代金分割 比如 这是个十数轴 里面呢 有无数个有理数 什么1啊 1分之1啊 等等的啊 毕达哥拉斯说 世界上所有的数都是 整数和整数的比 也就是分数 其实啊 就是有理数啊 有理数可不是说 这些数吵架的时候 谁有理谁没理啊 而是可以写成 笔直的数 你可以简单理解成 就是有笔数 无限循环的数啊 比如0.2333无限循环呢 也是有理数 因此啊 可以记作 三分之一 但是 根号2就不是个有理数 因为它小数点后面呢 不循环 没办法写成一个 笔直的数字 所以是无理数 当年呢 希帕索斯 就是因为提出来了一个 违背毕达哥拉斯理念的 无理数 就被投进大海里面了 哎 甭管这事儿是真是假 反正后来有一个叫 这个代德金的人 通过把十数轴给分割 割出来了一个无理数 这才解决了第一次数学危机 具体代德金分割 是怎么分割的啊 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 不过 这个既然代德金分割 这么好用 如果咱们能够在 0.999无限循环和1之间 再找到个数 不就能够证明 0.999无限循环 不等于1了吗 那好 代德金分割说 每一个实数x 可以定义为 所有小于x的 有理数所组成的 无穷集合 啥意思呢 比如实数1 就是所有小于1的 有理数的集合 那我们假设 实数0.999无限循环 是有理数R的集合 那么这个集合R 肯定小于0 小于0.9 小于0.99 小于其他具有 1-1分之1的 n次方形式的任何数 因为如果小数点后面 有n个9 就相当于 1-1分之1的n次方嘛 又因为任何一个 0.999无限循环里面的 元素都小于1 所以它也是 实数1里面的 一个元素 那我们假设 当B大于0 并且B大于A的时候呢 实数1里面的 所有元素 都可以写成 B分之A的形式 你仔细想一想 1分之1 对吧 那么我们让 1-B分之A 就等于 B分之B-A 因为1可以写成 B分之B嘛 那么B分之B-A 是大于等于B分之1的 为啥还可能等于呢 你想啊 如果B分之A是2分之1 那么就是2分之1等于2分之1嘛 而B分之1一定是 大于10的B次方分之1的 因为分母越大 数值又小嘛 所以1-B分之A 大于10的B次方分之1 所以B分之A 就小于1-10的B次方分之1 然后啊 因为1-10的B次方分之1 等于0.999有B位 也就是说它有B位数 所以它是小于 0.999无限循环的 那么好了 B分之A不是小于1 是1的元素嘛 它又小于0.999无限循环 所以我们可以说 所有1的元素 也是0.999无限循环的元素 同时刚才不是说 所有0.999无限循环里面的元素 也都是1里面的元素吗 所以0.999无限循环和1 这两个集合里面 有同样多的有理数 也就是说 这两个集合等价 因此 0.999无限循环等于1 如果想看详细的 代代金分割证明的话呢 可以留言评论告诉我 我发给你 Fred Richmond在1999年 数学杂志上面做的 详细代代金分割证明 当然还有很多种数学证明方法 比如什么科系序列 区间套的集合论 等等的 都能够证明 0.999无限循环等于1 至此 现代数学体系下 可以用任何证明方法 严谨地证明 0.999无限循环等于1 如果还是听不懂的话 那么通俗一点来讲 在实数轴上 如果两个数不一样 那么它俩之间 一定会有个缝隙 就好像0和1之间 会有无数个有理数 所以 如果0.999无限循环 小于1的话 那么它俩之间 一定会有个缝隙 比如 有这么一个实数 小于1 而大于 0.999无限循环 可是 用了这么多种 现在的数学证明方法 也都无法证明 x到底等于几 换句话来说 无法证明 x的存在 所以 在0.999无限循环 和1之间 就没有数 但是 数轴也不可能有缺口 所以它俩 只能是相等的一个数 确切地说 1和0.999无限循环 只不过是 同一个数的两种 不同表达方式 你可能会直觉地认为 这个1和0.999无限循环 它俩之间 一定还有一个 很小很小很小的数 比如 0.0000无限个01 所以 它俩不可能相等 而这样的数 我们叫它 无穷小量 还记得这个东西吧 就是它 直接引爆了 第二次数学危机 牛顿和莱夫尼茨的 微积分里面 引入了一个 无限接近于0的数 无穷小量 可是它俩在计算的时候 一个数除以无穷小量 有的时候可以直接把 无穷小量当作0计算 结果还相当的好使 特别符合事实 哎呀 你说其人不其人 可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0啊 它不能当作除数啊 牛顿和莱夫尼茨当年 都无法解释 这么奇葩的事情 直到后来 这个数学家们 用极限的思想 某种程度上 消除了无穷小量 才修补了这个bug 于是这套不存在 就叫做标准 十分析体系里面 跳出来 会怎么样呢 话说在德国 有一个数学家 叫鲁宾逊 他当年呢 提出来的一个叫 非标准分析体系 简单来说就是 有理数和无理数 不是构成了实数吗 那我就扩充一下 你这个实数 不多 就那么一年年 叫超实数体系 您猜怎么着 无穷小量 在超实数体系里面 又回来了 1和0.99无限循环 它们之间呢 在非标准分析体系里面呢 存在一个无穷小量 所以1又不等于 0.99无限循环了 您可能心里会想 这个数学家 这是要玩死人的 一会说等于 一会又说不等于 考试的时候 到底听谁的呀 其实这个关键呢 还是在于如何定义 不同的定义 可以让它俩相等 也可以让它俩不相等 如果你停留在有理数 也就是整数比的定义 那么0.999无限循环 可以转化成分数 1分之1 9分之9 其实也就是1 如果你停留在实数的定义 那么0.999无限循环和1之间呢 没有其他的任何实数 所以无论是科西序列 还是戴戴金分格 它俩都是相等的 如果你停留在超实数的定义 认为在0.999无限循环和1之间呢 还有一个无穷小量 那么0.999无限循环 就不等于1 可是无穷小量究竟有多小呢 又在哪呢 不知道 你不得不相信啊 在这个世界上 有的东西是存在的 但是呢 你永远找不到 是不是感觉又绕到了 数学是发明的 还是发现的 这一个死循环里面了 其实啊 也不用纠结 在我看来呢 数学分为两种 考试用的数学 和寻找真相的数学 既然在现行的数学体系下呢 不论是通过集合论啊 极限啊 戴戴金分格 还是科西序列啊 都证明0.999无限循环等于1 那我们承认它就好了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对吧 等什么时候 非标准时分析体系 或者说是别的什么体系 成为主流了 并且能够证明 0.999无限循环不等于1了 我们再接受也不晚呢 毕竟考试分数才是最重要的嘛 真相 不一定你认为的就是真相 话说有一个叫某多多的奇法软件 就是你砍一刀 你就会有概率 得到一些现金啊 或者礼品啊 结果呢 你一直砍啊砍 你会发现 你离成功永远差那么0.01 0.001 0.0001 永远差那么一刀 那么你觉得 如果按照0.999无限循环等于1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某多多这个软件应该让每一个人都一刀看成功呢 但是很可惜啊 某多多官方说了 小数点后面至少是6位以上 言外之意 数学再怎么0.99无限循环等于1 我们现实中呢 哪怕是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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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说6位9吧 也不等于1 你以为你能用数学找到某多多的漏洞 可是人家没准背后站的是一帮数学家呢 一如既往 我是雅桑 一个把知识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男人 我可以寰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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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少了 我可以寰添我 你未有帆水 你不可以寰添我